我现在还是偶尔才会有一些零星的工作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 反而有点不习惯 全身绿色系套装 蔡依林出席精品展览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的她 说现在其实还算休息中 也被问到年底是否有机会 在跨年舞台看到她 我也还不清楚 因为行程表都在经纪公司 年底唱不唱还不知道 倒是刚封金曲歌后的Hibi田富珍 目前至少有五家主办单位上门邀约 让她成为跨年大热门 不过正在筹备专辑的她 还没点头慎重考虑中 另外还有茄子蛋身穿精品服饰 同场亮相 最近他们才入围金马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我们三个一起看的 然后在我们工作室 然后跟着我们导演 用百件工作室的音证好一起看 然后我们得奖的时候 真的是 我们入围啦 入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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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围就是得奖的感觉 入围就是入围 还真的很开心 哎呀或许是太开心 一个不小心竟然口误 把入围讲成得奖 不过他们也坦言 真的免不了紧张的心情 有时候我骑车的时候会想到 你不特别想就没事这样子 想到就开始有点紧张这样子 茄子蛋不止情健身也要准备战袍 还开玩笑说难得走金马红毯 看看能否拼个红毯前三帅 TVBS新闻庄全神讲得懂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